时间总感觉一年比一年过得更快 我们一天好像没做多少事 天就黑了 又是睡眠时间 总是认为时间不够用 时间不够用 正想能有一天止睡及小时的方法 等等 确实还真有这种睡眠方法 嗨大家好 我是阿薇 好久没和大家聊睡眠系列了 睡眠一直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毕竟每个人都要睡觉嘛 好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我们的睡眠模式和一些睡眠技巧 如何一天止睡两小时就够了 什么是快速入眠的方法 如果你是第一次发现这个频道 也很喜欢心理学及生活知识分享 不妨先订阅加铃铛 那样才不会错过更有趣的影片哦 想支持这类创作 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好 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大多人认为 我们的睡眠只有一种模式 也就是晚上睡六到八小时 早上起来活动十六到十八个小时 然后不断循环重复 其实人类不是只有一种睡眠模式 目前发现是有五种睡眠模式的 第一种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一天占三分之一的单次睡眠模式 这也是大多人的睡眠模式 平均睡眠的时间八小时 叫monophasic 单箱睡眠 第二种是分两个睡眠阶段进行 也就是晚上睡六个小时 然后午睡二十分钟 又或是晚上睡四个半小时 然后午睡九十分钟 这种睡眠阶段的人其实也是不少 平均总睡眠时间大约六小时 叫biphasic 双香睡眠 第三种是一个较短的晚间睡眠 和两到四个的短时间五睡 首先如果是两个午睡 时间制定在晚间睡四个半小时 然后两个午睡各二十分钟 平均睡眠时间则是五小时 如果是三个午睡的时间 晚间睡三个小时 和三个二十分钟的午睡 平均总睡眠时间则是四小时 那如果是四个午睡呢 时间就更短了 一个半小时 加上四个午睡同样是二十分钟 平均总睡眠时间只需三个小时 这个模式称作everyman每个人 至于为什么称作每个人 也许这个睡眠模式是普通人还可以接受的 因为接下来的就是一般人难以适应的模式了 那为什么五睡都是二十分钟啊 我想睡长一点不可以吗 这个是有原因的 等一下会解释 我们先看第四种 第四种是dimension 这个没有实际的中文翻译 但字面意思应该是最大限度的模式 一天只睡四次 每次三十分钟 也就是每间隔六小时睡一次 结果一天只需睡两小时 第五种Uberman 其实是借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Ubermatch 也就是Superman超人的意思 也有执意叫Uberman的 这个超人睡眠模式是每四个小时睡一次 总共睡六次 每次二十分钟 世界上应该很少人能做到 所以做到的几乎可以成为超人了 而历史上画最后的晚餐 著名画家达文西也叫达芬奇 他就是以这个睡眠模式 其实达文西不只是画家 而是一个博学者 他在 绘画、音乐、建筑、数学 几何学、解剖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 天文学、气象学、低质学、地理学、物理学 光学、力学、发明、土木工程等领域都有简著的成就 难怪他会这么多时间 因为他一天只需睡两个小时就精神饱满 果然是超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啊 我们先来说说 为什么五岁只能睡二十到三十分钟 一个睡眠周期 从浅眠到深度睡眠 再到REM睡眠 大约九十分钟的时间 这个我在之前的睡眠影片有提到了 真正能让我们休息的时间 是当中的深度睡眠阶段 而一般这个阶段 每个周期大约是二十到三十分钟时间 所以不管是第四种或是第五种乌博曼模式 都是要人最大限度的满足深度睡眠 而睡超过三十分钟基本就是多出来的 则不需要 那这种睡眠模式真的可行吗 有个名叫巴克米斯特·弗勒的工程师和设计师 他在1943年的时代杂志上 发表了自己长达两年的睡眠计划 在这段时间里 他每隔六小时就睡三十分钟 每天只睡两小时 一开始身体很难适应 但之后身体慢慢开始能接受这种睡眠 事实上这种睡眠模式是可行的 但关键点就是要做到 每次入睡时都要立刻进入深度睡眠 如果没办法那只会导致更累或不是 所以如果大家做不到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啦 我知道有人会想别说深度睡眠了 短短的二十分钟根本连睡都睡不着 还没睡着就可能过了二十分钟 所以最后我这里就分享一个能快速两分钟入眠的方法吧 海军两分钟入睡法 最先是由沙郎阿克曼写了一篇文章后被人广传 而内容是来自 RELAX AND WIN CHAMPIONSHIP PERFORMANCE这本书 在二战的时候 军人在战场上都要打好十分精神 而有时间睡觉的时候当然就要尽量补眠 不过大家应该都有经验 不是说想睡就能睡得着对吧 而且打仗的士兵个个都经常精神紧绷 所以更是常常失眠 大家应该都有体会 如果睡不好会有多影响白天的表现和容易犯错吧 所以更别说打仗了 因此美国海军学校就研究出了一套睡眠方法 帮助军人们尤其是需要反应灵敏的飞行员们提高睡眠品质 在练习六周后 有96%的飞行员不到两分钟就能入睡 就算是喝了咖啡 或是在枪声嘈杂的环境下也能入睡 首先关键点就是脸部放松 躺好后第一步闭上眼睛 慢慢地深呼吸 放松每一条脸部的肌肉 不要皱眉头和眯眼 额头要平滑 放松整个脸部 脸颊 嘴巴 舌头 下巴放松 慢慢感受眼睛也放松 伸着眼球有下沉在眼窝的感觉 第二步 放松肩膀 越松越低越好 如果正确你会感到颈部非常轻松 慢慢深呼吸 呼出所有紧张情绪 然后到手臂肌肉放松 可以从一只手开始 例如右手开始 从上臂放松到前臂 最后到手指 如果难以放松 可以先绷紧一两三秒后再放松 接下来到另一只手也同样步骤 如果顺利身体上半步会非常放松 第三步 下半身放松 也就是从大腿到脚趾 和手臂肌肉一样可以撑开一两三秒 然后放松 大腿 小腿 脚趾 臀部也可以收紧放松 按这个流程让整个身体进入非常松软的状态 同样的慢慢呼吸 最后一步 让思想放空 也许脑内会浮现各种想法 今天做错了什么 明天要干嘛等等事情 这些都不要去想它 留给明天的你 尽管这些思想会飘过 但不要去抓住它 全部就这样模糊地飘过 在放空思绪时 可以想象躺在一个无面平静的小船上 或是舒适的柔软床上 环境一片漆黑 保持十秒钟 如果无法想象或是思绪很乱 也可以默念 不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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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十秒钟 结果当身体放松和思绪保持十秒 方法正确基本上十秒内自然就会入睡 听起来好像步骤很多 其实通过反复的练习 熟练后 有些人不到一分钟就能入睡了 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的事情 就像练睡之呼吸一样 每个晚上都坚持练习 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入睡了 不过飞行员在练习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 两只脚放平踩地 双手放松放在两腿上 比起我们躺着的还要难一些 所以如果成功学会 在什么地方都容易入睡 当然快速入睡法没有什么问题 但前面提到的乌伯曼睡眠模式 大家还是根据自身情况判断 不然睡不好反而反效果就不好啦 最好还是跟着自己适合的睡眠模式会比较好吧 最后如果大家真的要尝试 最好与高睡眠品质的方法同时进行 才会事半功倍哦 所谓高睡眠品质的方法就是 一如固定了入睡和起床时间 睡前不要接触手机 咖啡 酒类或尼古丁 让房间凉快或暗一些 详细的可以看看 之前介绍提高睡眠品质的影片吧 等等先别急着关掉 这里还有三个上期有趣的留言可以看哦 有可能你就被选中 当然旁边也有两个你也可能会喜欢的影片 不妨可以点进去看看 觉得这期影片不错的话 离开前集的先点个赞 也可以分享这些有趣的知识给家人朋友 按下订阅小铃铛 下集有新的影片就会通知你咯 我是阿伟 感谢观看 下集见